好的我們與其說第一島鏈第二島鏈第三島鏈 這個是冷戰時期的概念 冷戰時期為了要多層次維度 加上它的長城洲際島 彈到飛彈的這個射程 我們會形成這個第一島鏈第二島鏈第三島鏈的說法 好的那我們現在講第一島鏈回來了 變成新月形 它不是原來的這一條 你要注意它有把韓國納入 它有把韓國納入 所以它是一個這樣子非常銳利的一個新月形 它就不是一個過去一個從日本的北海道 這樣一路拉拉拉拉下來 它是從韓國就這樣 一個非常sharp的那種非常銳利的就一個 所以它實際上縮得更小了 它把阿貫卡得更小 為什麼韓國拉進來 我直接盯著你的黃海東海 因為過去都是日本負責盯東海 還蠻累的 因為東海很大 那它直接把韓國拉進來 它的整個東海的夾置的空間就縮得比較小了 好雖然美國現在跟台灣還沒有實質的軍事合作 但是南邊的菲律賓過去我們都認為 它打游擊隊也許還行 但海軍空軍不行 那飛彈根本不用講 我們之前跟菲律賓發生海上衝突的時候 大家講說如果是中華民國海軍去打的話 那絕對不是個問題 但是現在菲律賓呢 它經過小馬桿市上來之後 第一個是大規模的演訓 擴張幅度 再來是在呂宋島 在這邊的呂宋島 就比較接近台灣的地方 它要開始增設美軍的基地 甚至在那邊可能會放一些 包括海馬寺之類的東西 那當然美國並沒有公開 現在要在上面放什麼 但這個基地之後 可能就會放他們一些 濱海戰鬥團的東西 因為它就是要讓濱海戰鬥團 能夠快速投擲上去 好 隨著菲律賓不斷不斷的 在增加這個相關的這個配置的時候 那大家就會去問說 它主要針對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下面這個巴斯海峽 要注意阿公的航空母艦 它要穿 要嘛就公武海峽穿 穿到官澳那邊去 要嘛就是這個巴斯海峽穿 那你如果去加強菲律賓 特別是呂宋島那個部分的時候 它就相當程度可以至少 巴斯海峽南邊這一個部分 菲律賓就可以涵蓋得到 那北邊呢 北邊就是台灣要負責防守的範圍了 那其實我們當然飛彈的這個能量 一定是比菲律賓 呂宋島本身要好很多 美軍必須快速投擲吧 所以現在我們前一陣子也傳出 其實今天都傳出了 有大量的這個飛彈部隊 移防到東部 當然國防部不會講說這是什麼 就是正常戰訓 那大家去看它的那個彈筒的彈體 推測應該是愛國者 應該不是雄三 也不會是雄二 雄二雄三更長雄二更短 他推測依照那個應該是愛國者 那國軍不會在那邊貼 這個叫愛國者 不會啦 不會 他那個都是低四度的 但是就是從長度 以目測的形勢 大概推測是愛國人不對 這個叫做陣地的 進入陣地或進出陣地 原來他不是這邊的愛國者 但是如果阿共的航空母艦 跑到我們的東邊 那可能就代表 有些飛彈會從東邊來 那我們可能就要進行 愛國者是負責防禦的 我們可能就要從把愛國拉過去 不管他是飛機過來 或飛彈過來 我們就可以在那邊打 所以他們應該在進行 相當程度的戰術演練 也就代表國軍有在因應 這一個部分 也就是說過去 我們東部的防空 因為大家一定都會優先保大都市 優先保政治經濟要地 東部的演訓可能比較少 可是既然阿共的航空母艦 都拉過去了嘛 那我們也就是拉過去 在那邊建立幾個陣地 讓大家實際擺正擺看看 好 大家剛剛有提到了 濱海戰略團 這個概念 其實我們在最近還經常聽到 濱海戰略團 他其實就是 他叫做團 他實際叫做比較縮邊的旅 他縮掉的東西是什麼呢 重戰車 比較重的戰車 然後大型火炮 那他強調是快速移動的能力 要注意 美國是把原來駐紮在沖繩的 兩個團 他把它重新整編之後 一個留在沖繩 另外一個回撤到關島 這個就有奧義 有人說這樣不是戰略回縮嗎 但是實際上美國擔心的可能是 如果我把我的實質的 所有的戰力都擺在第一線 擺在第一島鏈 那第一波攻擊 可能就會有戰力損失 所以我把它擺在第二島鏈 但是因為他是濱海戰鬥團 他比較輕量 這個大概是他們最重的 登陸的車輛是最重的 他可以快速的運用一些空中運輸 很快速的投擲到他所要去的島嶼 他沒有太重的火炮 所以移動很快 所以他平常可以放在關島 如果真打起來 我就迅速往前拉 要丟在什麼樣的小島都可以 但現在就是他們如果實質要用在什麼小島 他不會先告訴你 也許是第二台 也許是台灣的離外島 不知道就看戰場發生在哪裡 但至少美軍已經做了這種相對應的戰術準備 也就是說他為了要快速移動 快速支援 所以他捨棄了重火炮 過去我們大概問說 美軍到底多久能來 那我有問過一些 就是在美國沖繩基地的附近的朋友 他是說依照美軍的研究速度 如果他們真的要趕 這種類似濱海戰鬥團 上這種垂直起降的機器 大概三個小時內就可以來 這麼快 就可以來 但是重點是一次來多少 他現在建了三個團 建了三個團的話那就是六千人 六千人當然有人說 那個戰力如果中共八萬大軍 不要怕我們有八萬的機器人 就是八萬人家出八萬 你是不是要出多少 但是美軍的六千戰力重點是 他如果是支援一個小小的島嶼的工坊 其實是很夠 因為接近一個旅集 可能有四個贏 打起來應該是很夠 所以美軍目前組建建軍的方向是這樣 那我們現在台灣要思考就是 感覺起來美軍就在我們的北邊 哇很忙 在我們南邊很忙 那接下來台灣 到底應該往哪個方向去忙 才不是白忙 我覺得是應該好好思考的部分